5月5日上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初期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时表示 香港真的要向前走 好多事情等着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处理 强烈呼吁部分立法会议员回头是案 林郑月娥对于立法会议员郭荣坑 主持内委会超过半年的会议后 仍未选出政府主席,深感遗憾 她表示,立法会议员在香港这个困难时刻 应该更好地履行职责 包括尽快通过财政预算案 财务委员会加速省批公务工程 而因选主席程序的拖延 使得内委会未能处理正常事务 令人深感遗憾 她希望内委会5月8日可以顺利召开 特区政府会耐心再多等几天 我都希望立法会自行解决,自我纠正 现在既然有了清晰的 外间寻求的资深大律师的意见 希望在这个星期五 透过李维琴现任的内会主席李维琴 提出的方法能够可以解决得到 如果解决不了,是出现了一些法律争拗的问题 当然可以寻求司法来裁决 这个也不是未发生过的事 既然都拖了这么久 香港真的要向前走 我们很多时候是等着有一个内务委员会来处理 香港部分因应疫情的严控措施 将于5月7日到期 包括内地来港人士要强制家居检疫14日 餐厅内桌子间需隔开1.5米以上 以及禁止4人以上群组聚集等措施 林振月娥称 放宽社交距离限制措施时机已到 政府会适时公布新政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